因為想分享 然後就把它剪開 它這個打開是很舒服的 有齁 看得到吧 有 可以 比如說 淺焙 那隨便一個瓶子不小心就超過10公克了 新的腦內馬會開心 好不好 好 有 那要調好刻度 才不會中張 這個是2 我們要調到4就好 然後下去不用太快 一滴一滴下來很好 倒的很硬喔 很硬喔 我們這個招盤有改的喔 韓國大強勁派的喔 不是一般招盤嗎 切出來的 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 升溫很少喔 一般的大盤升溫就很高 畫香票 蜜竹魚就是這麼漂亮的 蜜竹魚 可以嗎 剪開的 唯一包有畫上上的草頭 就是我的 你要做記號喔 直接剪開 你的被別人買走 對 我跟你講 你們沒有聞過這個龍眼香 我想聞聞看 有沒有 好龍眼喔 龍眼 是不是龍眼 剛剛好耶 很明顯 很明顯 你看這個色澤做得漂亮的 色澤是漂亮的 有沒有 反而 剛剛這樣子的摸起來 有沒有 它的顏色比較 它秘竹魚是燈框的關係嗎 比較淺 比較深 比較深版的路面圖 奇怪 早上是它 所以喔 燈光 猜猜看它會跑到多少 這邊寫98 欸 我用98 我用98 但是這邊 這邊多少 目前 70不到 快70 那到底是它壞掉還是它壞掉 呃 待討論 然後我們一樣 雙 雙鍋下來 單槍雙鍋 我們這次不一樣喔 我們就沖得比較刺激一點 三分之二 早上不一樣喔 早上是鬆30公克 晚上來到了40公克 對 40公克 差不多在呼吸跟我講 好 秘竹魚的在呼吸了 對 就是有點薄薄薄 那開始乾裂了 日曬也來了 還沒乾裂 喔喔那個 秘竹魚差不多 秘竹魚差不多 但日曬的開始膨起來 喔喔喔喔喔喔 還沒還沒 時間不要太多了 感覺它們 感覺它們 它們拉起來 它們拉起來 這不一樣 這就是要那麼強的 因為我們要穿那麼多 好 這一樣 就這樣差不多 省了一點 日曬 顏色比較好 阿里山王子 人長得很帥 就不可以這樣子衝 好 現場這個環境全部都是花香 所以我們說1比15 1比17 甚至1比20 都可以好不好 好 這隻600 有沒有 顏色很像 可以嗎 漂亮喔 秘竹魚真的蜜甜 對對對 漂亮喔 漂亮 漂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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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